《罗马比汉朝强大》 最能离清话题的办法还是事实说话 比如下面这几种 毕经历史考验的汉代文物遗址 都可以对这个火爆话题给出客观回答 一、行阳大铁炉罗马时代 一桩长被西方学者大叔特殊的成就 正是发达的野艺业 以英国学者的世界野金石统计 罗马铁器时代 境内32座野铁工厂 最大的高炉1.3米 直径0.3米 堪称乌州巨无霸 但这巨无霸 放在汉代一件大家伙面前 却瞬间成了小朋友 和南谷营镇行阳大铁炉 行阳大铁炉 发现于1975年 是西汉石胆和南谷营镇野铁遗址里的一号高炉 该高炉复原后高达4米 容积44地方米 是位同时代全球体魄最巨大的野铁高炉 铁炉铁设计更先进 采取椭圆形炉铁设计 下部还与地面形成62度夹角 不但产量更大 高炉温度也更高 关宝把坚硬的铁矿石外观炼成炉鼠 和王朝坚硬的生铁就这样批量炼成 比起在欧洲巨无霸 当时却只能炼柔软熟铁的罗马高炉 这又是堪称碾压 而且这样造型的高炉 放在西汉中国 也绝非独一号 陆续出土的汉代也铁遗址 基本都是古营镇这样的规模 高炉的体积动辄两三米以上 比起鲁马铁器时代的高炉 各个都是巨人级别 而且保存完好的野铁遗址里 更有铁饭铁柱的部件 还有从冶炼到炒钢的一整套环节 但在西汉武帝年间 汉武帝就在全国境内设立了50个铁管 每个铁管都统下一个或数个野铁工厂 罗马32处工厂的规模 只是小儿科 正是这个独家优势 造成了汉朝与罗马之间 一桩截然不同的 奇景 当乌州中世纪的遗址里 还有大量木农具与清通武器出土时 汉朝的遗址上 却常用大量铁制农具兵器 甚至西汉长安武库 更是清一色的铁器装备 罗马铁器时代 问过汉朝梅 二、三道豪西汉村落铁梨华 罗马帝国另一个自豪的产业 当属发达的农业 甚至到了18世纪时 歌颂罗马的欧洲画家们 还画了大量反映 罗马农村生活的名画 但一件出土的汉代农业用具 欧洲却一直到18世纪时才有 三道豪西汉村落铁梨华 三道豪西汉村落 发现于辽宁辽阳北交三道豪村 是西汉中后期的村落遗址 自从1955年起开始发掘 就有大量铁农具武器 以及车马器出土 汉代农业生活风貌就此生动呈现 但其中最别致的 却当属这个铁梨华 这是中国农业智慧的代表 同时期的罗马农村 耕作时最先进的梨 叫做阿的梨 这种梨没有梨壁 耕地时要用短绳捆住 耕地时只能挖出浅浅的沟 所以欧洲人的耕作 更加依赖牛马牲口 甚至每次耕作时 都要不断停下来 清理梨上的土和草 耕很小一块地 就要集资购买六到八头牲口 累得七荤八素 都收不来几粒粮食 但同时代的汉朝 由于这种铁梨华的出现 汉朝农民耕作 时就轻松得多 拥有坚硬梨壁的铁梨华 不但大大提高耕地的速度 更提高耕作的效率 耕地时松土挖钩的效果都更强大 18世纪这种铁梨华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时 亮相就把欧洲农学家们惊待 以欧洲近代农学家阿瑟阳的惊叹爽 用中国梨羹中 效果就像刀切黄油一样轻松 这领先欧洲千年的轻松效果 汉朝同时代的罗马农民 真心体会不到 同样也因这类匠心夺剧的农具 汉朝的农业生产 随着铁气化的推行突飞猛进 以当代农业学者的保守估计 汉代时的粮食亩产量 已经突破了120斤 而在罗马帝国结束数百年后的欧洲中世纪里 公元11世纪英国的最高亩产 也只有70斤 古代东西方的农业水平的差距 一只小小的铁梨华 就以生动缩影 三、东汉永出纪念铁刀在西方电影里 手持罗马短剑的罗马军团士兵们 也常见战无不胜的模样 不过如前面所说 罗马士兵的常用短剑 当时还是柔软辅铁打造 最长不过80厘米 最上一件汉朝出土文物 不知能否扛得住 东汉永出纪念铁刀 东汉永出纪念铁刀 是1974年在山东苍山 发现了一款汉代战刀 放在汉代时 它还有一个学名叫还手刀 以东汉时期的壁画建政 它已是当时汉军部骑兵的常规装备 因其刀身上有东汉永出年间铭文 故而得名 东汉永出纪念铁刀 而这一款东汉常规装备 也见证了汉军的常规军备水平 整个战刀已含碳量0.7%的 炒钢打造 整个刀身长1.15米 宽3厘米 刀背厚度1厘米 整体比例十分合理 砍杀效果十分强大 倘若跟柔软熟铁打造的80厘米罗马短剑对撞一下 只要脑补下武力学 后果就可以想 倘若是一只拿着还手刀的队伍 与一只拿着罗马短剑的队伍 面对面搏杀 还手刀绝对的物理撞击优势 造成的后果更是可以想象 4.包邪到罗马帝国一向常引起西方文人情怀的科技 正是公路建设 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盛况 引得多少人由衷涌叹 不过道路建设同样强大的汉朝人却证明 中国人不单能修大路 更能修高难度的路 占岛 其中一项建证汉朝工艺技术的遗址 正是包邪到 包邪到 即从今天陕西汉中式包谷位置点 延伸到陕西梅县斜谷 汉水与渭水兼冲山峻岭的险恶地里 就被这条全长235公里的道路一气征服 虽然最初的包邪到 是由战国 使得秦国开凿 且毁于楚汉战争的兵火中 当汉武帝年间重修包邪到的汉朝 却是修出了高科技生机版 整个道路基本开倒于陡峭岩壁的半山腰上 以汉朝先进的左砖技术 在尖硬石壁上左 出身0.9米的壁孔 然后插入木材 硬使在群山之间搭出一条 最宽 可达6米的畅通道路 关中与属地间的交通 从此大大缩短 更见证包邪到科技水准的 还有包邪到上一段特殊道路 石门隧道 这是位于陕西汉中的包邪到南出口 从当地七盘山上穿山 而过的人工隧道 是中国最早的穿山隧道 在古代施工条件下 打通一座山本就艰难 而石门隧道却有强大技术含量 整个隧道高三米四以上 全长16.3米 尤其首创的是 它以当时世界独家的水击火焦技术 开凿石壁 先加热石壁岩石 再以冷水冲击 一步步将顽固山体炸开 终于开出了这个宽4.2米的人工隧道 足以容许汉潮两辆马车并排通过 是位全世界最早可通行车辆的穿山隧道 几处水准领跑世界 如果说鲁马拥有条条大路 那么汉潮的战道隧道 却是更加高速的高铁 强大的汉潮隧道 就好似澎湃不息的血脉 担起了两汉昂朝四百年的辉煌 这些看得见的中国史 生动如昨的中国古代智慧意义并非与别家文明比个高低 却更为一个浅显道理 记住历史 那是我们的辉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看更多质 看更多责任编辑